我们要介绍植物的生活史之前 先把植物最重要的生殖构造花朵 先做一下结构上的描述 因为这些花朵的结构 我们之后在描述时会直接用到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国中所介绍的开发植物的生殖构造花的结构 首先花它是连在花梗上 而一个花如果你是完全花 就是所有一朵花该有的结构 如果你都有 你就叫完全花 那到底一朵花该有什么结构呢 依序有磁蕊雄蕊花瓣和二片 总共有四个结构 如果这四个结构你都有 我就说你是完全花 那其中我们从最中心最中心的磁蕊开始 磁蕊它其实结构上 由上而下有柱头花柱跟脂肪 这大家应该很清楚 那脂肪当中会有一颗一颗一颗的构造 叫做胚珠 胚珠就是之后会发育成种子的结构 所以种子植物为何叫种子植物 因为开始有胚珠了 那有脂肪有花柱有柱头 那柱头就是让花粉那个 那个着陆的位置 瘦粉的位置 好再往外一圈呢 是雄蕊雄蕊上面是花药 由花丝相连 而花药里面就会有花粉 好这是雄蕊 在往外面呢 是花瓣 那花瓣如果好多变合在一起 叫花罐 花的帽子叫花瓣 花瓣通常大 颜色鲜艳有花香花蜜 吸引昆虫 好最外面这个比较积部的 叫鳄片 那一样好多核摘子叫花鳄 它通常是绿色硬硬的 它的功能是保护花朵 但是有些花的鳄片 会长大跟花瓣一样大 一样鲜艳一样漂亮 例如百合花 百合花是三个花瓣 三个鳄片 可是你数起好像 好像六个花瓣 其中外面的三个花瓣 不是真的花瓣 是长大 膨大的鳄片 它来增加吸引昆虫的效率 所以大部分的鳄片是绿色硬硬的来保护之用 但有些花的鳄片可以像花瓣一样漂亮 所以植物为了吸引昆虫很多技巧的用上 像冬天了嘛 圣诞虹 那个红色的是叶子 它通过红色的叶子吸引昆虫 那个一些红色叶子正中央 那个不起眼的小颗粒 那才是它真正的花 它的花很不起眼 用叶子来吸引昆虫 好那一朵花 如果一朵花当中 雄蕊雌都有 我们就说这种花叫 两性花 都有的 但如果这个雌蕊雄蕊 只有一个 只有单一性别 就叫单性花 好但有些植物比较特殊 一棵植物的树上 有些花是双性花 有些花是单性花 它是单性双性花 接聚的 就叫做杂性花 有些双性 有些单性 好以上这是双性那一花的一个描述 我们前面说 雄蕊雌蕊花瓣鹅片 四者皆有 四个皆有的 叫完全花 这四个任缺一个 就叫不完全花 这合理吧 你缺一个啊 你不完全啊 就叫不完全花 如果这些名称 各位熟悉 我们来做一下逻辑推演 开始咯 第一题 两性花一定是完全花 对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两性花一定是完全花吗 不是吧 我可能缺花瓣 或缺恶片啊 对不对 那 完全花一定是两性花 对吗 对吧 好 单性花一定是不完全花 对吗 对吧 因为你至少少少少掉雄蕊 或少少瓷蕊 你就不完全了 好 以上花朵的相关构造名称 我们就复习到这边 是不能消稿吗 对吧 是